屁股 屁股 小博 老公 屁股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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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今天要玩的是 星巴塔幻景奇藥 這就是傑友之前在找清楚的國產冒險界的遊戲 我之前在Youtube已經上傳過這款遊戲的一模版 它的過關流程 我們現在錄製的是加我配音的中文版過關流程 它其實沒什麼必要 錄製中文版的原因是幫助不懂我們的人來瞭解這個遊戲的劇情 都褲子放聽沒錯 但是我也是想要再玩一次這個遊戲 很久沒有空了 我挑掉的寶石 這款遊戲的錄製跟之前我錄的遊戲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我現在是舊電腦 因為星巴達換電機沒有辦法在我的新電腦上來執行 這款遊戲實在是太久了 它如果在我的新電腦上執行的話會出現不可理 同時我也沒有辦法進行 那在不得已之下 我們只好用舊電腦來錄 就是這一段影片 那舊電腦跟新電腦的錄影程式已經不一樣了 新電腦的錄影程式 比較穩定 也比較 也比較有品質 那舊電腦的話 可能 錄製的時候會出現聲音或影像上面的一些瑕疵跟問題 那我是盡可能想要把保持影音的完整 所以 如果有什麼 這個可能有用 看的很奇怪 或者是聲音跟影像對不上的地方 那可能就要重錄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因為 舊電腦不是我能控制的 好漂亮的寶石 神巴達換進旗航我已經玩過很多次了 就算我很多年沒有玩 那 流程上基本上也不會有什麼 舊電腦的麥克風 呃...非常難有 可能會有 我講話喘氣 一些奇怪的雜音出現 那當然也沒辦法 因為麥克風是貼進我的嘴巴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很麻煩的一點就是 這個麥克風上面有靜電 我戴上去的時候 我的嘴巴嘴唇周圍是麻的 就這種事情發生 啊這段對話沒有辦法越過 可能會有點慘 應該是發達 不然就按快轉 直接離開 那些發達是我爺爺 哦 原來如此 你爺爺好嗎 不知道 爺爺在家裡的情緒 突然遇見一隻肥貓 啊 一隻手打開 爺爺貓不一件牆光 我就到這裡來了 爺爺不見了 這裡到底是哪裡 這裡是雅特斯福島群中的沙普島 你爺爺沒跟你提過他冒險的事蹟嗎 他往惡靈法師 第一次發達 我嘴唇現在又開始了 他那個靜電三個字 就要開始 有一些些微微的電流 從我的臉上通過 但是我試過 我新電腦的麥克風 他在舊電腦上面 他的聲音呈現會非常的差 那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用舊電腦的 比較適用的麥克風 啊 用舊電腦比較適用的麥克風 就是第一點的時候 那個電流通過 我的臉頰的那種 刺啊麻的痛 我為了遊戲 我真的是 各種犧牲啊 人詞賢扯 和智慧賢扯 都失蹤了 希望你爺爺沒死 希望三選手 請巴達 不管是哪一集 他除了最後一個 王宮之外 他剩下的技術都很長 可以的話 我是希望 一直錄影 結果到位就成功 不要在那裡說 因為一次的片段 真的要錄很長 錄事外的話 時間白髮的話 就浪費掉 然後 我之前用 舊麥克風 然後錄製影片 錄製製製製 結果 聲音太小 然後 聲音也不同 那 我 我被迫只能放棄 那個 這次沒有辦法的事 我沒有辦法放棄就有電腦 就是在於 如果我把他的系統做更新的話 我會有很多他的舊遊戲沒有辦法進行 不然的話我是很想 把作業系統整個升級了 畢竟 XV 現在 微軟已經不提了 而且 他有很多 那個 新型的升級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進行 你一定得要做作業系統的升級才行 因為微軟就是可 他一點都不照顧 那顆救星人的用力 XV還可以再站行 好 這兩個就沿著 拿拿關沿著房間的藥物 那就拿沿著房間的藥物來交換 好 這個 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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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繞往後的 那是繞往後的 那是繞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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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繞往那 好 那是繞往那 第一次 我很希望他不要失敗 就算如果失敗的話 我如果錄製得快一點 應該不會浪費這麼多的時間 所以我現在是盡可能的想 把速度拉快一點 快也快不起來 因為星巴拉幻境奇洋的解謎 是有流程限制的 而且有些段落情節他沒有辦法略過 好口渴 我要拿水給我喝 可是還沒回來 好心的少年 可不可以拿水給我喝 我是個好心的少年 所以我接下了拿水的任務 公司接下了閒嘴給我的玻璃麵 但是玻璃麵不是剛才裝飾 是剛才裝飾出來 好啦 有一段废話一定要看 就是跟船王的對話 好奇怪的地方 這地方不對話的話 我們到時候船長的家會打不開 他們的船不是新11海洋的船 又是這種在天空漂浮的飛船 你這壞蛋 都不斷了全世界的船票爭議 沒錯沒錯 我們都要靠你吃飯呢 嘿嘿嘿 一張船票多少錢 你買得起嗎 小猴子只要三個金幣 我不是小猴子 我叫星巴達 那就要五個金幣喔 到底一張船票要多少錢 嘿嘿嘿 就算你三美金幣好了 不過在我店裡才能賣你船票 你有票嗎 去別的地方我不想理窮光蛋 你爺爺是個白髮白虛的老人 你爺爺是個白髮白虛的老人 白髮白虛 你是不是被關在城裡的瘋老頭嗎 我爺爺不是瘋子 他叫星巴達 我叫其他老杖找我看 我不想理窮光蛋 真現實 在我店裡才賣你船票 好啦我知道 現在我才一美金幣而已 晚一點再跟你買 到這邊的話劇情差不多已經過了三個時間 我得加速一下進度 不然的話 時間再快 再過很快 快了快了 我們現在要開卡拉利加速 究竟沒有要一個 大家坐在一個 我不知道是 Agreed 我跟你說 Area 只要說 等一下 限他這個紅寶石從頭眺不起來 這麥克風我有開增強,我有開麥克風增強 那他不只錄出來的聲音不是很理想 還有雜音,還有雜訊 真是影響我錄製的心情 我的耳朵一直不斷聽到麥克風吹那隻雜訊 然後還得要忍說今天從我臉頰流過的通話 我要犧牲到這種地方 在這個地方有點麻煩 因為散步的時候就會抓掉 所以我們得要做個情檔 沒有辦法點了 沒有點到的話,下場就會死了一條 所以剛剛那個地方一定得要緊張 我們拿到那個沙寶的鑰匙 有了沙寶的鑰匙我們才可以進行下一階段的任務 好,第二枚金幣 第三枚金幣要拿的話得到遊戲的最後 所以拿到第二枚金幣算是遊戲進入的代表 一枚金幣就算是一個遊戲進入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過了三分之二 剩最後的一部分 找到賢者的寵物 在這個地方 然後想辦法讓他敷衍 鑰匙是他在開魔法的門 這叫聖武好了 神聖的聖武 但是我們不是要進去這邊 我們是要進去他旁邊的林道 好,來下去 按順序來放 按順序來放 黃水是代表祖宗的意思 那...藍水是正常的水 那綠水是恢復活力的水 所以我們要裝的是綠水 OK,離開 有綠水就可以讓咕咕恢復原蹤 我們現在已經恢復翠零了 但是我們的公雞姑姑 還是在那個石化的狀態 我們就要用綠水 可以解除他身上的重重 什麼回事啊 對啦 我被紅色星人掌 被紅色死腦了 被繃成石子 呼呼呼呼 對呀,是我救了人 哎呀 合許怎麼會講話 哼,還是呼呼 尤其贺者是我的主人 我主人給我馬上的國裡呼住了 被繃成他了 我要去拿聖水解救他 喔,我見到神聖 我也把他救出來了 他現在在家中 哪兒賢復很危險啊 一定會把他抓回去了 我又趕快趕快去照顧他 少年就麻煩你 幫我去拿聖水啦 聖水在荒廢之寶中 但是攻擊飛走的動畫沒有出來 不然的話 應該你會看到一隻很肥胖的雞然後從天荒廢去 這畫面還蠻滑稽的 雖然我沒有辦法看到 我很喜歡荒廢之寶的音樂 這一點 在我錄影的時候 我提醒過很多時候 不過是在之前的錄影 這裡的配樂很寧靜很暗詳 我很喜歡這種 帶有神聖性質的音樂 但我心裡寧靜 好啦 準備過殺輔導的關卡了 我的動作要加快 不然 人家又出現畫面跟聲音不同 要重複那我就慘了 說實際上也不會常常拿遜給小的 那明明就已經很努力很認真的 在設定那個遊戲跟麥克風的那個設定 但是錄出來的 那種結果還是 很不理想 那我真的不知道蠻眼神的 因為舊電腦真的是很難設定 畢竟這台電腦已經 超過了11年 欸11年 也就是說這台電腦是在 11年建築的 他的零件到目前為止 幾乎都沒有換過 有換過的植耳 他的 鮑鵝 還有 零件版 因為這兩個 不耐用 不是小星巴達 我怕惡蛇法師回來 我怕 應該被星巴達和牢吵進來了 為什麼 不時會 重複自己呢 被傳送到這裡來 現在 我正在尋找我爺爺 啊 我們露掉了 零起落 惡巫師的 丑貓 這隻同名的貓把我們弄了這麼難 唉 小星巴達 你爺爺 一定也被惡巫師捉住了 老星巴達生命也危險了 小星巴達 你現在必須設法 幫我尋找到其他的賢者 我在這兒 監視惡巫師的動物 為我們三個賢者之後 我們就可能 對抗了 那15電腦 如果不特地去操他的話 要 要讓他壞也很難 除非 真的有句 要花錢 然後去把他的配件給操他掉 不然的話 在4天內 他可以用了很久 那10年過去 都還沒有的話 我就覺得他在過去 要換還是有 簡單的說 平衡之心 這算壞的話 為什麼 可以一個零件一個零件 慢慢幫他 去修修 整台會的機遇陣子 不高 那目前我也沒有打算把這台 換掉 所以我剛剛說 這台是有開玩的 卻卻卻 在我把這台電腦上面的 舊用器 和玩玩之前 我暫時想要換掉 還能使平衡之心 再一次的命軟 否則候補 一定不堪設想 四種象徵寶物 什麼呢 那就是藏在各國島中的四種寶物 沒有關係 所以我每個地方 每個區塊都要跑過一遍 好吧 惡物是真是作惡團 啊 找尋賢者 其保護的任務 就交給你了 小星巴達 我留下來 找國王跟公主 找尋賢者 這麼堅固的公主 就交給你 希望你能夠完成 我希望 趕快救爺爺 我其他賢者 那個小精靈在的那個位置 不太好 他在賢者的臉上 那 有的時候那個 突然會出現罷了 然後導致我現在好像 剛才跟一個沒有頭的講話一樣 先找個手紮 這裡是手紮 你拿給其他行者看 他們就會知道發生事故 結盟杯跟結 另外 這裡是兩個結盟杯 是屬於森林 獅湖 兩國國王所有 只有兩國發生爭執 或者是戰爭的 好 賢者畫著 才會出現在往這裡 看起來 他們點出的事 你拿著 準備用 別能盡 稍微覺得這個 能夠告訴你 賢者的下方 好 拿照片 希望三賢者能夠再度的出現 才能夠把我們從魔掌中解救出來 古董店的老闆真的太可憐了 休息中 好 這區找有一次傳店老闆 這遊戲 沙福島最麻煩的地方不是在那些民體 而是在於傳店的老闆 他真的是 要開不開都隨他的心情 他如果現在不開那肯定還在碼頭那邊 來啊我們得過去再找他一次 很討厭 阿扎死了 他到底叫不叫做生意啊 整天就在碼頭這邊跟人家開槓就好 我店呢 才能賣你船票 在我店呢 才能賣你船票 那你店不開為什麼跟你買船票 到底有沒有要做生意啊 那有人做生意是這個樣子的 店關著然後跟其他人聊天 然後你要買還不可以直接在現場跟他買 一定要在他的店裡才可以跟他買票 錢不要賺啊 就是有錢到 太任性的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啊你看 他還是不開 他還是不開 真的是隨他的心情 我們三部的金幣已經到手了 問題點就在於 我沒有辦法讓船店老闆開 開他的店 開店營業的話真的是拿他沒什麼辦法 你到其他的島上找我看 我不想理窮包袋 媽的我也不想理窮包袋 我很忙 沒票不要煩我走開 沒票不要煩我走開 在我店裡才能賣你船票 我直接跟你進米粉 在我店裡才能賣你船票 你店不開啊 你店不開我哪裡有什麼辦法 雜貨店 雜貨店 啊 店開了 我真的他媽說不了他 歡迎到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船店來 其他船店呢 嘿嘿 都拆掉了 小猴子 才一枚金幣 不夠喔 再拿兩枚來 拿來了 他不可以一次給三枚 一定要一枚一枚就給 不錯嘛 小猴子 只差一枚啦 好啦 給你啦 我的船票呢 哎喲 不簡單哪 小金巴達 這裡也是你的船票 OK Thank you 我要離開沙福島了 走喔喔喔 不要再拖多拉拉的 我的錄影 我的錄影時間都要超過緊繃了 阿哥爾達成 阿哥爾達成 這是我們 最後的結局要取的地方 現在還沒有 還久了 結束沙福島 好 有票 你可以上船啦 好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 新巴達 幻境奇洋 第一集沙福島篇 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謝謝大家 希望錄影可以成功 我們森林主導篇再見啦 掰掰喔 謝謝大家